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矛盾的 矛盾的 或者说是你装什么大尾巴狼的 是吧 你做生意的 你无伤不坚 你的钱从哪来的 一般现在一般都这么说 但是他的故事 让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 原来说存好心做好事 凡事替别人着想 说话负责任 做得到的就签 做不到的不要给人家签合同 原来这么干 也能挣钱 也能发达 两年证明了700天 我07年增长了30%到40% 我08年是北京市奥林匹克 5月到10月6个月没工程 这大家都知道 为了污染 为了外地人口民工 那么半年不干活 我2008年24,888台 就几乎25,000台 就正常年景的 必贯暖 你这不容易 人家本来08年根本就没工程 我就想搞培训了 我就想在公司内部落实地子规了 大家抓紧这个闲的时候 没想到不闲 反而这个生意比正常年景还高10% 所以说我在08年年底的时候 中层干部会议上说 我说我们同样的天 同样的地 同样的产品 同样的市场 同样的客户 同样的办公室 我们还要卖这么多钱 我们还做了这么多生意 但是我们不同的是什么 不同的是我们的心境 我们人人幸福 这个部门之间不闹矛盾 员工心情舒畅 工资提高 福利提高 是吧 而且老板呢 从重度的焦虑症恢复过来 这个我很感兴趣 你能不能说说看 你就原来是怎么会做到有焦虑症 对 我觉得这个 他就到了那种要 医生得吃药 对 那种那种 重度焦虑 精神崩溃的那种程度 对 那当时怎么会搞到这个程度的 我这个医生啊 从1974年开始插队 我就一直在找幸福 实现自己的价值 特别咱们讲话 这是好事 人有报复嘛 人有理想嘛 我想我当时插队的时候 我最幸福的就是从农村出来 到城里头 那我成树后 我就幸福了 等我 等我76年从农村插队出来 我又不幸福了 我觉得特别迷茫 干什么呀 是吧 在一个法院当数据员 小平同志打倒了四人帮 是吧 可以恢复高考了 我那时候觉得最幸福的人是高考 只要考上大学 有学上最幸福 上了学以后 就觉得 有什么意思啊 我在安徽合肥上大学 我的家在北京 我最幸福的就是要回到北京 当时户口管理制度很严 你必须要不然分配回去 要不然就考回去 是吧 那我找了一个对象 那个对象是外地人 他有一个指标分到北京 很不容易了 你就必须得考回去 所以当时我就想考研究生 我一生就奋斗啊 我就当时为了考研究生 我就复习功课 我就想拿到一个北京户口 考上了 到了北京 又觉得迷茫 那时候就开始改革开放了 8485 就觉得没钱不行了 这不太穷了 一个月54块钱 研究生 这哪够啊 有个小孩 就觉得有钱最幸福 一定要挣钱 而且那时候北京还有外汇券 弄了外汇券 可以买照相机 可以买电冰箱 可以买西梦斯钢床 后来他们家有点高干背景啊 搞房地产呢 就发财了 对啊 所以我从 然后又挣了钱 就挣了钱以后 就觉得迷茫 说出国好 换国外身份 那时候就流行了 到加拿大 到美国 是吧 这个移民 哎呀 觉得民也移了 还空虚 然后最后那时候开始 就是得了癌症了 谁啊 我 你得了癌症 1989年 什么癌 就是肺癌 得了肺癌 那时候就万念俱灰 我当时35岁 孩子4岁 那我当时说 哎呦 这人生当中最幸福的就是健康 什么什么处长 什么挣钱 什么文凭 什么插队不插队 只要能让我扫大街 让我健康 让我别死 我当时我们 我是10月31号的生日 1989年 大夫我那天动了手术 你说五巧不成熟 大夫说 你太太在什么地方 我说在加拿大 大夫说 还在加拿大 我告诉你 胡耀林 三个月你都过不去 就是换句话说 到90年的1月份 你就白白了 我当时 有一个礼拜 起白床 觉得这是打击太大 不可接受 那么当时觉得 最幸福的是健康 所以你看 我这一生当中 从后来 就动了手术 八次化疗就好了 好了 两万个人 只有一个人活 我就活过来了 那你太幸运了 是 所以说这个不可思议 然后完了以后 我就说好了以后 就觉得那时候93年了 89年得 到92年好了 就觉得开始 北京开始房地产了 又不满足了 当时说的是 只要让我活着 扫大街都行不行了 人有欲望 欲望 伤疤忘了 欲喝难天 又开始抽烟了 又开始喝酒了 然后又想做房地产 觉得做房地产 当大老板压的厉害 那是一种风向标 你是地产商那什么劲头 做了地产盖了丰莲大厦 我跟我们刘总一块 盖了12万平方米也挣着钱了 挣着钱以后 那时候从93年开始干 一直到97年入住 那个时候精神就不行了 天天生活在紧张 忧虑 晚上喝酒 然后饭桌上大声说话 大骂服务员 然后说黄色段子 然后博得客户和领导的欢心 赶快把这手续办下来 就天天在这种 这种是非正常状态下 他说的这个 我这个很有感受 其实我这个 这可能 你也这么干 我没有 因为我也不是老板 但是我经常见这种场合 而且讲老实话 我个人其实心里很讨厌 对 虽然也是我尊敬的什么董事长老板 但是在某些人 他们在这个酒桌上 我都不明白为什么 他就他说他这个 就是说喝酒 认识不认识的 当当当几杯酒 干杯灌醉了 我跟你解释为什么 他是讨厌客户 他是不愿意应酬 怎么办呢 我当时就这种心态 我干脆我先醉为快 是 我来 那当然我能喝八两 我一切的先喝到八两 我就什么豆芬涛 什么梁老师 我就全然不顾了 我生活在酒的世界里头 是吧 客户都特可爱 我就麻醉自己 他跟吸毒一样 对 我就 我愿意给豆老师聊天 我甚至拥抱梁老师 我把气氛烘脱起来 他也醉 我也醉 然后第二天早上 我就找他拿文件 你盖个章吧大哥 就是为这个目的 但是九点钟开始 就十次饭得有五次 得从餐厅 我的司机给我掺出去 可是我接着还有一个问题 比方说 单毛比如说 我见到香港的商人 我觉得他很多时候 没有太多情面的 对 他知道 给你有利 还是给他有利 如果给他有利 就会给他 对 难道说因为我们喝酒 为什么在中国大陆 就是说我们喝了酒 我们感情好 那难道说就可以不理性 是不是你的生意的 本身就存在一个 非理性的部分呢 是这样的文涛 就是说 西方包括香港 他们采用比较理性的方法 来处理合同 是有历史经验 作为后盾的 他们这样做是成功了 挣着钱了 他们没必要采用这种 说瞎话 喝酒 瞎忽悠 他不用这样 但是中国人开始做生意的时候 出来扎道 我们的历史太短 我们的历史太短 就是说我不喝酒 不说瞎话 不打击竞争对象 我能挣着钱吗 没有信心 我更多的是希望喝酒 拉关系 亲热 然后你答应我 我觉得我很快 两个小时的吃饭 我就能得到承诺 我就能得到认可 我这事就搞定了 我不需要历史 我也不需要产品 我也不需要售后 只要咱俩关系好 就万事结办 这是一种误区 所以中国的这个问题 就出在大家急功近利 就像这一顿饭 一瓶茅台酒 一头鲍鱼 齐了 撒油那拉 明天签河 我挣钱 具体我回到公司 怎么经营 我怎么抓产品质量 我怎么抓售后服务 没人关心 而且还有一种 我觉得更可怕的情况 是有时候 我目睹这种场合 这种喝酒 喝到后来 就是那种丑恶的东西 全都出来之后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事 就是大家隐隐约约会觉得 我就得喝到一个 大家最丑恶的东西 都出来了 我们就叫做 视裸相见了 视裸相见了 就等于 瓢记一起瓢 洗澡一起洗 就是洗澡 现在好多 相机也是在澡堂里谈 坏事 大家一起都见识过了 就都你也这么干 我也这么干 哈哈哈哈 就你知道吗 有这种感觉 所以就这种情况 我就觉得这个 让人觉得很不安 有的时候你 我是不喜欢喝酒 撒疯的 对吧 我就觉得跟这些很不安 本来平常清醒的时候 咱们都是很好的朋友 突然间这个人喝了酒啊 就变了一个 那样的一个面目 而且有时候你会发现 他都超出了生意之外了 最后因为他控制不住了 控制不住了 然后你就觉得 这中国人有意思 聊聊就喝了酒 聊聊去 我听了半天 基本上都是关于 瞧得起和瞧不起 是吧 你瞧不瞧不起我 瞧不起我 你就干一杯 或者我是什么什么什么人 我是什么什么人 我背后有谁 因为你到哪 我能怎么怎么着 全是这些个东西 在做 很没自信心 都没有自信心 才老说是什么话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那这个刚才又说到他 他就是这种整个的这种生活 和这种商业竞争的这种生活呀 到最后弄到他 比如说晚上九点 去吃饭喝酒 你这回家 就喝喝喝喝喝醉了 倒床上嘛 凌晨三点 醒过来了 醒过来就无限后悔 我跟你说这个体会 很多老板跟我说过 后悔自己今天干的事 说的话 多老师 他是这样一种过程 我对这个有发言权 因为我得过中毒焦虑症 这个他六点半开始吃饭 然后先把自己灌队 到九点钟就抬出来了 十次得有五次是这样 宁丁大队 然后司机把我拉到家 拉到家司机不敢叫我 怕呀 老板睡着了 夏天还好 他抽磕烟 外边得有散散步 是吧 天还不冷 冬天的时候 他外边得等到三点 那司机的害怕呀 他不敢把我叫起来 叫起来我就一顿臭骂 是吧 那么等你醒了的时候 这个时候人一开始就开始自责 所以每天晚上处在自责当中 就觉得这种活法有什么意思 想明天一定不能这样 我坚决要改变 到了明天 习性 就是三次经讲话 人之初性本善 性相近 习相远 这习性又来了 就抽烟似的 我记烟 记了我第二天又抽了 是 就境界一现前 外边一有引诱 里边有贪嗔痴 内外一勾结 马上就被他拉跑了 第二天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又是这样 然后晚上又自责 所以我买房子 从来不敢买三层以上的 买三层以上 我要跳下去怎么办 后来 人家说 你这玩意得看病 小林 你这个是病来的 我一看北京晚报 说40%以上的中老年人 都有不同程度的心理疾病 这当中包括三大类 焦虑 抑郁 恐惧 我一看我这玩意 像 这症状 那我就到了协和医院 我到了协和医院 协和医院 他说你这个 没什么说的 你就是焦虑症 你得服用药 一把一把的吃 你吃过 吃过 而且跟我说 这个药 对你的控制力很强 你的肢体的体位变化 脑子都会有影响 一定要慎重 你比如说上厕所 晚上睡觉 一起来翻身 这个身体一翻身 蹦脑子就炸一下 就是15分钟上一趟厕所 原来听他们说 现在就忧郁症感 什么就吃药 看来吃药实际 也是有副作用 你吃药 你真的不想出杀了 你也真的睡着觉了 你也真的不焦虑 你变成木头了 对 没感觉了 一点感觉 你见漂亮姑娘 一点心思都没有 他成天目目睹睹睹 您知道吗 是 也不焦虑了 也能定下来了 15分钟看一个电视 傻的 电视上里边哭 你跟不走 强强三连行 这么好的节目 你看着你不会高兴 所以我当时跟大夫 我生活当中要注意哪些问题 大夫说 那你再注意 第一个要严格吃药 你要不吃 恶性反弹 你就说不好 你哪天晚上不吃 就可能就走了 特别痛苦 所以吃药特别紧张 他还让你就是说回避一切刺激源 对 我说还有第二件事我要注意 他说你要回避刺激源 就是凡是能刺激你的事情 你不愿意见的人就别见了 不愿意去的地方就别去 我说那我不愿意去办公室 他说那你就别去办公室了 我说我不愿意见客户 那你就别见客户了 我说最讨厌合同 一见合同就紧张 我就冒汗 他说你就别见合同 这都是刺激 你看西医就这样让你回避 就叫你别干了 我说那哪行 我这企业一百多人 是吧 咋还有生活 那没办法 要不然你活着 要不然你就是这样状态 这个东西就让我特别苦恼 我最后为什么学了佛 为什么学了传统文化 我并不是因为我想挣更多的钱 我想当更大的老板 我想更健康 我想以后去西方极乐世界 我没有想这个 我想我能不能从目前的痛苦状态当中脱离出来 解脱 解脱出来 我是这么进入的佛门 我能坐头等舱 我也能买LV的包 我也有奔驰 我住酒店 我也可以住总统套 我一买服装 我不是跟你说多少 我买十万的 我发现 只要有我这个size 你就全给我拿来 我辛辛苦苦 撅着屁股练活 我养了一百多工人 我开了我一年一千八百多万的行政经费 我花了我自己 我才睡一张床 我才坐一辆车 是吧 我一年四季 我就这几套衣服 我干嘛呀 这叫报复性 对消费 对 所以老板的心态是很扭曲 很可怜 过去 我还以为像这个 真是挣着过亿的家产 坐着奔驰车 光无限 对 一般感觉这样的老板不叫成功吗 人人羡慕吗 对 你看他怎么变成 心里是很痛苦 变成这种 怕去办公室了 对 怕合同了 怕合同 而且在办公室 病态到什么程度 我关了门 秘书在外边 稍微笑一下 我拉开门就骂 笑什么笑 这老板都要死了 你们还笑 有什么好笑的 人家说 我就心态想起来 我那秘书 要不是因为 跟我这儿挣点钱 人受你这罪 窦老师 我那个办公室在三层 我在电梯大堂下班的时候 碰到员工跟我在一起 人家不跟我坐一步电梯 说胡总 您先走 我们坐下一步 三层 不到一分钟就到楼底下了 人都不愿意跟你在一起 讨厌你 不愿意见你 能躲你远就躲你远 你说我买了办公室 开了工资 给你们解决了就业 结果还落一遮 那佛法说 佛菩萨说 你要让别人焦虑 你要别人恐惧 你身体就不好 无微不实得健康 你天天让人畏惧 你天天让人紧张 结果你会被身体落下病 最后你看焦虑症 血压高 血脂高 血糖高 所有现在老板的疾病 我全存在 而且我还有精神症状 我为什么会好起来 我就 学习了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以后 我懂得英国了 我一切就释然了 闹了半天 我这一辈子 挣多少钱 吃多少饭 喝多少水 活多少年 我这生几个儿子 有多大的买卖 这是定数 这个东西不在你急 那您最后 一下子明白了这个理 心里这些药也不用吃了 精神就完全恢复了 对 后来我明白这个之后 我就释然了 我就不再说瞎话了 我就不再喝酒了 我也不吃肉了 佛菩萨说 不失 舍财是因得财报 没有说喝酒是因 挣钱是果 我信 所以我净空法师跟我说 小林学佛最重要是要信 很多人出家出一辈子八九十岁不信佛 我说我还不信吗 我一年做这么多好事 我天天念经 我会说真信很难 现在佛法为什么很多人不信 是因为你不照佛菩萨说的去做 你在生活处人待世接物当中你不落实 然后你就骂佛法不灵 我念了经 我给了钱了 我也烧了香了 我也磕了头了 上师也给我滴了水了 五台山普陀我都去过了 怎么还是不行 怎么倒霉事还缠着我 你没有照佛说的去做 让你别摸着刀子 你还摸 所以你手割破了 最后你骂佛菩萨不灵 问题不出在佛法上 出在我们没有照的座上 所以佛法是实学 所谓实学 你要照的是座 这个照着座 还会碰到应用上的很多问题 你比如说 我最后还有一个问题请教你 好比说现在金融海啸 很多企业裁员 那么你用地子规管理企业 难道说都养着吗 或者说企业员工 你总有个淘汰 他不行了 要不要留他 这个怎么办 我给你举个例子 当年我在盖风帘广场的时候 97年金融风暴 台湾 香港 李老先生 李嘉诚 华人首富 你看看人家怎么做的 一纸文件下来 第一不许裁员 第二不许降薪 第三不许降福利 当年在香港裁员 关公司倒闭 跳楼的 那是大有人在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一般人都会这么做 那李老先生 他为什么不这么做 他反而是反其道而行之 这就是人家挣钱的原因 敢为天下先 人家有智慧 在这种时候 是非邪恶善政 我到底走哪一边 所以凡夫一般都是裁员 关公司 降薪 降福利 李老先生不这样 我今天2008也遇到这个问题 年初 我也制定了涨薪的计划 涉及到70%的员工 涨薪的幅度大概30%到40% 那么这时候突然出现金融风暴 再加上是个房地产业 北京这种情况也知道跌房价跌的很厉害 我敢不敢做 我敢不敢落实 是吧 按道理说 我有一千条理由可以不再涨薪了 你先大家能有一份工作 现在谁还加薪呢 还加薪 都减薪呢 对啊 你能不减就不错了 那我说 弟子规上说 凡其宇贵分小 宇宜多取宜少 我是民营企业 我比外资企业工资要低 我说我不能这样做 我应该跟外资企业一样 虽然我是民营企业 但是我不能比外国的公司的工资要低 我要赶上去 因为弟子规要求 我要落实啊 凡其宇贵分小 人家是八千 你给人六千 你占人两千的便宜 你这两千 你占了以后 你儿子还用两万 他是这么相信 我就是 你遭恶报啊 那现在一般企业主会觉得 你要这么弄 那不弄几天 就把你这点家底折腾光了呀 不会的 你就要成慈善院了 你就不信佛嘛 佛说舍得嘛 你舍了这个东西 你一定得财报 你信不信 你信你得利益 不信你不得利益 所以2008 我就落实了这个掌信计划 所有的员工调的跟外资一样高 外国人人家是八千 还加车谱 我就这样做 我就敢做 因为我两年 我尝到田头了 豆老师 我这个东西 为什么信解行政 佛说你只有理解了 你行 你行了以后 你得到结果之后 你就更加深你的理解 你理解了 你就会更加深的 对佛法的认识 然后你就更愿意行 越行你的果报越殊胜 越殊胜就愿意 越愿意理解 他就是良心行 你说像他讲的这个 有没有道理 比如说现在也就讲 应对企业裁员 欠薪这些问题 好像他们说 像日本韩国 在这种企业 包括整个东方文化下 他有的企业 有一种类似于家庭伦理的 那么一种 不过现在也崩溃的差不多 是啊 那么现在更多的就是说 我要不就痛割手臂 那就怎么办 你只有收缩 是一个保全之道 要不然连家底都没了 但是你像胡先生 就要反其道而行之 你觉得真能用在企业管理上吗 但这是两种不同的考虑 其实现在很多要裁员的企业 我们要知道一点 其实过去二三十年来都这样子 这个整个世界经济的格局 有很大的变化 很多公司裁员 并不是真的因为员工的成本大到 他负担不了 而是为了要讨好金融业 讨好评级公司 如果你上市的话 因为为什么呢 我的人力成本下降了 我的整个账就会好看了 漂亮了 就人家给你评级多了 然后投资者也愿意给你投的更多 所以今天很多被裁的员工 是牺牲在金融市场上的 然后呢 现在大家在卖华尔街那帮人 他们过去是怎么挣钱的呢 往往就是比如说这帮人 就是我收购一家公司回来 我炒一大片员工 捡一大批人薪水 人力成本下降了 那公司业绩好了 表现好了 然后我就拼命拿花红 就等于这是掠夺 他炒了一批人 那些钱到他那了 对 是这么搞的 明白了 然后呢 所以我们要知道 并不是说所有遇到经济问题 你裁员啊 减薪啊 真的是一个很必要 不一定的 因为有时候呢 我们从胡先生 他这是传统做企业的方法 对 就是我考虑的就是 这个人力 对我们公司来讲 意味着什么东西 你如果在一个情况下 你觉得要裁员 是要真的是 你要不然撑不下去 接下来为您播出 走向2010 但是你也可以有另一种思路 这个思路就是 我不缠缘 或者在这个时候鼓励他们 这是一个可以在逆势的情况下 你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